我为什么那时候再会选择去爬山 跟去中国 爬那个巴达林 巴达林的万里长城 我先说说看我的 跟大家分享我爬山的经历 那时候我有约几个朋友 去想要去旅行 想要去爬山 我第一次爬山呢 第一次我就是去那个沙巴的深山 然后2015年的第一次去长城 也就是去巴达林长城 万里长城 那个长城他们已经是 已经是有铺好了 还在维修当中 那么这个深山那时候还 还没有发生地震 2012年 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总共是7个人 5个马来西亚人 2个中国人 那时候有一位司机在我们的 去旅行的一次司机 一位司机他们就跟我 他就跟我说 你们要去爬山啊 因为之前他有去过4次 爬山深山 那么他就给我一个 给我们一些建议 就说你要 你不能如果你要 要上山之前呢 你一定要准备手套啊 一些冷衣啊 还有就是那些鱼衣啊等等 包括你要拿一些香蕉啊 巧克力啊 或一些甜的东西啊 去上去吃啦 就是可能半路的时候你们 你们 有需要的话你们就可以拿来吃拿来喝 然后最重要是说他建议给我们一定要喝那个 啊 热布啊 就是那个能量水啊 然后韩德我就问他 韩德巴斯能不能还说 韩德巴斯都不行啊 因为 他的那个体 那个 那个能量太低了 如果你常常 喝的话 他对我们身体不深不大不大好 但是啊 如果是爬山的话 其实是ok的啊 只是不要过量 在这之前呢 我就去公园跑 去山去去爬山了 去去散步了 可能就用两个星期 我以为我很厉害嘛 我就去爬啊 我以为多拿 一个背包 啊 放几 放几罐的水啊 水壶 然后就这样子上去 到了那一边 到了那山山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 其实我所为的这些 这些训练呢 对我根本没有用 我太辛苦了 这个做山山有4000多公里 4000 0就是5公里 公尺 然后就4点多公里啦 从 从山下到 山山山脚下到 啊 拉巴拉大呢 大概是差不多 三三公里 三到四公里 然后 从 这个拉巴拉大 这个休息站呢 到那个山顶呢 差不多4000多公里 然后来回就差不多 16000多 就是16多公里啦 我那时候呢 我就带了一 一个背包 好 然后有那拐杖 在500多 啊 公尺的时候 我已经 跑不动 已经上 上不了了 因为太 虽然我的背包 不是很重 但是 对我来说 是一个压力 因为我是 我的 可能我的体力 也不能支撑 这么这么 这么 这个压力 他们还好 过后 我的队友 他们就说 啊 你不如把 你的背包 拿给这个导游 我们是在半空 半路的时候 我才差不多 500多公尺的时候 我才给他 但是 其实 我也是觉得 很不好意思 但是 还好 他那时候 他有 有接到我的电话 然后他过来 帮我拿 然后 然后 从500多公 500多公尺的 这个路程呢 我就上到 很静心的 我就 慢慢的上到 啊 这个 拉巴拿大 这个 休息山 当中呢 这段路程呢 是完全没有人 在上下 这个 这个地区 只有我一个人在走 然后 我的岛也不在 过后呢 就有遇到 一个 啊 下山的 朋友 他们就跟我说 你 不能休息 太久 因为 太久的话 你会找不到路 会迷路 啊 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那么 还好 我就是 啊 吃香蕉啊 喝 喝 喝 那个 能量水啊 那么 一拐一拐的 就上到 那个 拉巴拿大 还好 这个导游他们 有跟我说 然后 啊 我也带了 那个 头灯 哦 因为 在 这种 声音里面 你一定要 这些 配备 比如说 拐杖啊 啊 能量水啊 一些吃的东西啊 干粮啊 啊 还有就是你头灯啊 好 那些 那些东西 所以还有鱼翼等等啊 啊 那些冷翼啊 什么的 隔天啊 隔天我就跟导游说 我这样的情况 你觉得我 我还能不能再 再到那个山顶 他说 可以啦 哦 你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那时候我 我 2012年 比较 没那么那么重 哦 那么 啊 我就跟他说 一定要有人在我 我身旁 好 一定要有人陪在我身边 因为我怕说 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 会有 会有 会 会可能会不来 但是还好 啊 过后我回来了 有几个问 有几个东西 我想说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第一个 在你还没 啊 去 做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啊 你不要以为说 你的身体检查 没事啊 你到了那边 到了当 那个 那个地方 你去不会有事情 其实 医药的报告 其实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啊 因为之前有 就有人 一个校长 他们也是因为 有去做了报告 啊 医疗报告 然后以为说没有事情 那也知道 在那边就回不来了 这是第一个 啊 我们 因为你要知道 户外活动 天时地利冷和 还有气候 这东西 这东西全部都很重要 万一 真的气候 不是那个当时候的天气 不适合啊 在往上爬的话 导游会会建议你们 啊 停止这个活动 当然我们希望说不要了 但是也 如果说万一遇到的话也没办法 不要硬撑觉得说我一个人可以 因为你要知道 你去爬山去做任何事情 都不是你一个人啊 你是一群人 如果你有一群人在在旅 去爬山的话 户外活动的话 你就大家要齐心合力 不要说只是那个人 承担一切啊 一些一些事情啊 第二个就是啊 导 这些导游 其实如果说他们的 说收的费用不是很贵的话 其实你不要跟他们讨价还价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辛苦 如果你在跟他们讨价还价的话 他们是用生命来 来来维护这个这个森林 来维护这座山 他们不是没有工作 他们是因为喜欢 他们喜欢这个地方 他们想要保护这座山 他希望不要有人 乱乱丢垃圾啊 还是说 把这个地方搞得乱七八糟 我之前遇到的那个导游 其实他是有一份工作的 然后 他 他就是因为太过喜欢这个地方 他是出 他是本地人 原住民了 所以 他就跟我说 他在外面 薪水 可能 肯定比这里高 但是 他就是喜欢 跑外面 就是爬山 去看看一些花朵啊 一些动物啊什么 所以他在选择帮人家拿这个背包跟做保游 第三个就是说 我在爬山的时候遇到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 我约了七个总共是七个人 包括我自己本身 当我需要他们的帮忙的时候 竟然没有一个人帮 怎么说呢 他们就是为了说看谁能够爬得最快 其实你们一般人 来旅游 来 来 来爬山 为什么你不等人呢 啊 那他就说 有些说 导游会 会帮忙 但是 你们是一起来的 为什么一定 为什么 只顾自己呢 你知道 我 那时候 我爬到 拉拉大的时候 这山 山 那是 山的时候 用餐了之后 大概都差不多 就有点多 然后就有点多 竟然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打电话 来找我 因为我是 这个 啊 我是策划 这个 这个旅行的 这个 爬山 这个 这个策划人 我因为他们 我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 一起开开心心 就算 我跑 我走得慢了 好 至少你们也等 能够等我 但是 没有一个人 啊 竟然每个人 过后 九点多 超过四点 我在外面 找不到宿舍 打电话 打不通 竟然没有一个人 出来看一下 到底 到底你 你是不是 有发生意外 还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 我觉得这些人 不值得 然后过后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就没有在策划 这个旅行 这样的旅行 因为我觉得 你不值得 我希望开开心心 大家能够一起 配合 但是 竟然 这一班人 完全没有人 去理你的死活 你的生死 你到底 你出了什么状况 我觉得这些人 包括我认识的人 都一样 只希望说大家 如果是一群人 去旅行的话 还是什么 尽量大家 都互相帮忙 不要说 啊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可以 你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外活动都好 都要有一般人一起的 我没有看过 之前我问过朋友 他们也是说 我们也是一群人 我没有说 啊 希望谁跑得最快 希望谁 可以走得最远 你 你因为为了好胜 你这样子做 有什么意义呢 你有必要 为了要比赛 我看谁 看谁走得快 跑得快 就这样子 啊 放下其他的队友不管了 还好那时候我没有事情 哦 但是啊到最后我还是 只能够到山山上 因为来不及了 然后那边在那里他们会有一道门 可能 可能过了两点之后你的门就会被锁着 所以 啊 如果说 你们要去爬山的人 你们最好就是要先了解 啊 当地的情况是怎样 不要说啊 各走各的路 其实是很危险的 再去中国呢 也是一样啊 然后中国就 啊 也是排到很 也不容易了 啊那时候我也是因为约不到人啊 所以我才去自己一个人去中国啊 然后去中国 其实我觉得那个那座八达林的那个是那个长城呢 其实是很宽 然后很很高啊 他的那个梯子是很高的 那怎样都好 我已经尝试过了啊 爬山跟这个长城 虽然不是不是最好的状况啊 但是我也觉得满 我也觉得满意 其实如果你说我怕不怕再去爬山啊什么 其实我无怕 我只是说啊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想做啊 我们的人生不只是爬山这回事啊 不是只是去爬 爬这个万里长城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啊 就比如说 跟大家分享啊 一些经历 啊 最重要的是 身体要健康 然后啊 尽量大家互相配合 哦 不要独自一个人去跑 尽量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发生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 未经历了 惶惶cock 胡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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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妈